娶了个妇婆老婆后 她惊得罪了我的大客户 然后想拿点你爸的地产项目而已 她直接这么跟你说的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能总是这么吃晚饭 会让所有人都看不起 要是我帮她拿着你爸的地产项目 给我多少好处费 反正最终的意思就是让我实笑点 要不然连这一次合作的单也都谈不了了 那她这不是威胁你吗 不是老婆你别生气 不管她是威胁还是侮辱 这一单我公司里需要 这么多兄弟还等着要呢 你缺钱你跟我说 要我转的你一样 一百万够了吧 不是老婆你别弄 我不要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一单兄弟们努力了这么久 要是丢了都会有点不甘心啊 好 今天晚上我陪你去 但是我话说在前面 她如果再这么不遵照你的话 我当常让她难堪 不是老婆你要是包这种状态的话 那这一单肯定丢了 丢了就丢了 我再陪你十单 老公你记住 佛争一柱 向人争一口气 我们这么努力 不就是为了更有尊严的活着吗 不就是为了更有尊严的活着吗 不就是为了更多 fam